同学们,明天我就要开始我的断舍离之旅了 什么是断舍离呢? 它是一种简单清爽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把那些我们不需要的、不合适的、过时了的东西通通都丢掉 那为什么我要做断舍离呢?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好奇心满满的中文老师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我除了每天给我的学生上课 还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不同科目的知识 你们可以看一下 在我的电脑里面有这么多的资料 有IT的、有对外汉语教学的、有书法的、有国画的、科技的 就是这些资料已经差不多把我两T多的电脑空间填满了 所以我真的需要一个断舍离 我已经租好了一个风景优美、视野开阔的海景房 听的音乐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是不会说话的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 那我整理完资料完成我的工作以后呢 我就会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这个月跟我学习中文的同学 你们就可以听到更多我的独家旅游信息了 好了我现在要去收拾行李了 我们海边见